放羊望去不少士兵躺在路面上 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幸存的俄罗斯军人忙着撤退 却来不及为这些曾经在战场上 一起奋战的弟兄们收拾一体 而这样的景象在乌克兰各地四处可见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 俄军在过去四个星期内 预估有多达四万五千名士兵非死即杀 而相较于他们初期投入的十九万名兵力 等于已经折损将近四分之一 只是不幸阵亡的当然不止俄军 搬运者一个又一个失贷 就难人员忙到停不下来 俄乌战争爆发第三十八天 位在首都基辅近郊的伊尔平 整座城市时很遍野 保守估计有三百位平民和五十名士兵不幸身亡 而乌克兰国会议员说 乌克兰没有足够武器可以抵御俄军的空袭 战火交锋下两倍智商 尽管如此 乌克兰现在还是决定与俄罗斯交换战俘 乌克兰在战俘中找到年轻的盾内刺客学生 他们被迫参加这场战争 倘若拒绝逃回国 还得面临坐牢或死亡的恐怖代价 在无情的战争世代里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身不由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